师父,愿力是不是学佛的关键,用愿力来念经和修行,是不是更能消业误导,愿力是从哪里来的,如何增强自己的愿力? 首先你第一个问题是对的,没有话讲,愿力是最重要的,那么愿力是可以克服无穷无尽的那种阻碍力和人家心里的障碍力,实际上愿力它是一种强大的能量体, 那么你想问,愿力是哪里来的,愿力是从悲心当中来的,当一个人自己很悲悯众生,懂得应该有慈悲心在这个生活上活的时候,他就会有一种愿力出来, 因为可怜别人,你才会觉得我应该更好的去帮助别人,因为你觉得世界上妈妈很可怜,所以你会产生这种愿力, 我一定要赚钱,以后养妈妈,妈妈很可怜,妈妈没钱,整个整天在照顾我们,而且吃了这么多的苦,所以愿力出来了, 我一定要把妈妈养得好,我要让妈妈享福,我要让妈妈更多的能够享受人间的快乐,是不是愿力出来了? 嗯,是,是,是,对不对?那么菩萨的愿力怎么会来的?菩萨看见人间这么苦,每个人都在菩萨面前都在哭着求, 菩萨心里难过,所以菩萨就悲悯心,就愿力就出来了,所以当一个人有慈悲心的时候,他就会有愿力, 所以慈悲愿力,而愿力靠着慈悲心,慈悲心才会带来愿力,所以当一个人整天很慈悲别人的时候, 他就会一种愿力产生,这种愿力是什么呢?就是说,我一定要成功,我一定要怎么样,我一定要怎么样,因为觉得自己苦呀, 你去看哪一个企业家不是因为苦了他,他才想更多的拥有啊,所以他才会产生这种愿力啊,对不对? 嗯,像李嘉诚过去是,也是做,也是去跑的,啊,就是做sales,就是去推销的,对不对啊? 对不对啊?他后来,他后来愿力就看人家怎么会,怎么会这么,这么好,为什么我不行啊,对不对啊? 然后再看看,那么大家这么多人这么苦,没工作,那么我好一点,我以后会养更多人了,那这也是一种悲心啊,那至少说是一种愿力吧,对不对啊? 你不能说,他经济这么高,但是他有愿力啊,所以他成功了,所以愿力是一个人成功的基础啊? 嗯,明白了,明白了。 嗯。